大陆花很多钱 刚刚昨天31条也是花钱来做事 北方他从那个经济方面打压很强的 但是他远方面就给钱给你 对吗 你看他的手段上大 从那个经济考量的话他就很强 北方现在很多飞机就是围要台湾飞 对吗 飞机啊 对吗 捧下你们嘛 搞到搞去就搞两方面 一个很一样 一个很远 目的就是统一中国 把你们收回回去 你认为台湾有什么需要继续的地方 我们先搞好自己啊 不行单方面的 他不行他大陆是怎么做 就会怎么样的 他要看台湾人 对吗 不要忘记啊 我们是这边台湾是民主选举出来的 他们不是啊 他永远不是啊 都现在为止 他都不好发的 他唯发的 这个大陆政权是 你先要搞清楚 所以我们如果跟他拼的话 是不用担心他的 对吗 我们将就有道理的地方 所以说其实他目的是做什么呢 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也离不开文化问题 因为我们中国的文化有一个很重要的 是大一同 这个红枯是后面收口的 不是他提出来的 他后面上的是周朝 周朝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提来的王朝 不是存桥的 好多人都搞错 存桥是后面 我们不是提出来的 这是周桥的周礼 周公建计嘛 建计就是统一的 所以你看我们 这个现在中国大陆 为什么要 每一个地方都哼着在手下 嗯 源于文化的观念没改 我们有个缘由 台湾跟香港一样 中国大陆也不要说了 因为那个 传统文化那个主体性在哪里 叫大陆 地方最大 人口最多的 所以我们要 把这个事情搞清楚的话 你知道将来要怎么做 因为你不探讨这个问题的话 比方我们 呃 好多人都是 骂共产党 骂大陆运动 咱们 对 也不得到 下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